首先問一下Mathieu 其實日本地震引發核能危機 核能到底是否安全 市場上開始關注新能源板塊的發展 上星期新能源如風電、太陽能都炒上來 我想問一下Mathieu 你覺得這件事件是否真的可以 令到新能源板塊有一個炒作 但你長遠是否看好 首先看今次事件對不同板塊的影響 核能設備相關股份的板塊出現一個很大的調整 其次就是一些風電或太陽能的板塊受到一個很大的支持 大家估計國內的新能源政策 可能會因為今次的核電事故事故 會有些調整 長遠來說的確現在在公務院審批比較嚴格 對這些核電項目的 短期對這些核電設備股份 他們的訂單是有些影響的 至於你說其他新能源股份 他們今年的增長和補貼政策 對他們來說都是比較受惠的 所以的確值得比較看好其他新能源板塊 不過我自己覺得要在裏面逐漸逐漸去看 因為前景其實有幾大差異 都明白的 不如這樣吧 我們今天就講這兩個範疇 剛才你說到一些電力相關的股 和一些新能源股 我們就講一下這兩方面 不如首先就講一下新能源股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太陽能 因為風電板塊 如果看風力設備股份 他們其實之前一段都調整了幾多 最主要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在內地的產能個性問題 都比較大些 之前那些風機價錢調整得很厲害 所以你看到金峰那些股價 或者中國高速傳動那些股價 其實都調整了比較多 之前一段時間 現在就是最近跌到低位 借著這個消息 就是講一下核電設備 可能要減慢一些 所以就有一個技術反彈 但是始終它自己本身的產業 是有一點點風險在 所以這方面就需要關注一下 會不會之後的 再一步反彈能力 是受到一些限制 另外就 靠人能力來說 就相對情況比較樂觀些 雖然下游產品 可能今年投產的情況比較多 對價格會有些影響 但是上游的資源 講的是龜片 製造多精龜電池的資源 供應都還蠻集中 還有譬如之前我們也探討過 保利協任 其實它自己本身很多新增產能 今年都會投產 再加上成本降低的話 其實它最近公佈出來的業績 都顯示到盈利能力相當強 所以如果兩個板塊去選擇 風電和太陽能 我就會清先太陽能這個板塊 好啊 既然你選了太陽能板塊 我就直接問太陽能板塊 剛才你也提到 保利協任你還是繼續看好 它主要是做一些多精龜 龜片 今天它收市是4.12元 其實現在這些位置還不能進去 還有受著現在有一個動蕩的外圍 還有日本這個大地震事件影響 那能不能進去呢 我自己對它的前景一直看好 它最近出了去年的業績 其實它的新增產能下半年才投產 但是已經可以為它帶來了40億的利潤 其實那個盈利能力相當強 今年情況是更加樂觀 再加上它的成本效益做得好 所以其實很多投資報告 都對它的投資評級有上調的情況 最近因為業績升得比較急 所以今天有一點調整 如果回落到4元邊附近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的投資價值相當不錯 上網去到什麼位置呢 一年內我自己看有機會 可以試到上5元左右的位置 好啊 太陽能板塊就選了保利協任 最後我想說 剛才你提到一些和電力相關的設備 其實可能會受著今次日本地震 引發的核能危機有所影響 譬如好像東方電器和上海電器 和蝦洞 其實上個星期都跌了超過一成 所以問一下 其實這些是否真的暫時都不好碰 當然呢 因為他們上個星期跌得急 所以今天就有一個挺大的反彈 看回他們產品的組合 其實都不只是核能 都有風電和太陽能 其他電力設備 好像東方電器有火電和風電 對 所以這方面都需要關注 不過無論如何有這件不明朗事件出現 我相信之後股價都頗動蕩 暫時都要先觀察 好啊 謝謝Maffel這麼詳細的分析 好啊 各位投資者 大家就要注意了 保利協任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看一看投資者投資涉及風險 投資之前記住做足功課 如果想重溫節目內容 請留意以下的網址 有問題想請教專家 亦都可以以電郵聯絡我們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好啊